这个韩国特种兵王怎么也没想到 退伍回家的第一眼 竟然看到的是倒在血泊中的母亲 眼前的惨状 把他这个见惯了生死的特种兵王都吓倒在了地上 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杀害他母亲的凶手 正是韩国著名的杀人魔 像他母亲这样的受害人已经好多个了 可就因为凶手患有严重的精神病 所以每次都能逃过法律 果然面对着全国媒体 杀人魔不但没有悔意和惧怕 反而像个明星一样 甚至全程微笑着 展示杀害兵王母亲的全过程 仿佛死在他刀下的不是一个母亲 而是一只小鸡 小鸭 看到自己母亲的生命 竟然在这个杀人魔眼里是如此微小低贱 他终于忍不住了 他想冲上去替母亲和其他受害人报仇 可他终究不是众多警察对手 最终在一千伏高压电枪下 他被制服在地 眼睁睁地看着杀母仇人 在自己面前 无情地嘲讽自己 就这样 凶手再一次因为患有精神病 逃脱了法律的死刑 而这个曾经的兵王 则彻底地崩溃了 他想不明白 自己兢兢业业地守护韩国 为什么却没有人守护他的家人 反而却护着这样的凶手 就在他世界观崩塌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神秘人 找到他 主动邀请他加入一个神秘的组织 这是一个在韩国 专门为那些得不到公平的人 伸张正义的组织 想着能为母亲报仇 还能为更多受欺负的人服务 这个兵王的正义之心 再一次被点燃了 而作为加入组织的同龄状 就是去彻底清除掉 这个让韩国人害怕的杀人魔 还韩国人一份平安 他们迷在这里 没有尽管 什么 什么 你还算了吗 你还算了吗 你没关系 你还算了吗 我都没关系 你还在这里 你还算了吗 你还算了吗 这什么 什么 这什么 你还算了 还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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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